所没坏 人坏了 好厌 人建国 放死 大哥能俩过来乖 这是趁人之危 趁活打结 不要脸 我个天呀 天狐大四喜 这不太大了 合作从1990年编辑部故事 葛大爷表演会让我们现场的人多乐喷了 你是忍不住的 我词都定不起来了 双方都有可能 以后多敲打我 谁好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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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写你就觉得不是他演不出来这劲 后边这个好 太好了 你让葛优演那个蹦蹦跳跳的那种 他就有点不好意思 他擦不开着 我怕你不会 我也不会 好像现在也能演一点夸张的 这也不错 哇哦 你修心特别可爱 这里边演机器人最像的就是他 会才实际看做功课了 演得好 贝斯的能力真强 嘿嘿嘿嘿 耶 没有白 你没 你没 我的爱豆来了 借鱼 他正在休息 然后导演直接给我打了一电话 一开始我也挂了 我也没说 扎片电话 要给我别一下这份 别让他跑 灰吗 灰吧 就是亲的 老哥们相见 胡子都白了 都见老了 当我们一对上戏那种感觉 还是原来的 精灵不是我的强行 心有灵犀 你心里没完 神来之彼 我 可疑不可求 那还得是谁呢 一演起来那种喜剧人物 还像孩子一样 你想白了 范围也很厉害 范围演戏 也是越演这个戏越结实 有他们俩 这个喜剧 还是有保障 导演他就是老小孩 凉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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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凉 那个就有点酱子 就你们说话说酱子 那以后多敲打 我再说的贱点 好 有点太贱了 来 再来一次 当我第一次拿到这个剧本的时候 我挺懵的 从来没有养过机器人 对我来说是惊喜 我现在都有点羞气 我扮演的这个仿生人 是程如老师的徒弟 是吗 嘴有点毒 学好不容易 学怀疑出 我喜欢呢 这电影值得一看 因为导演是冯小刚 因为有大爷 不行不行 还是勤奋 你老人70岁了 在家 你简单说就是等媳妇 真的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然后突然之间在一起相见的 老的老了 曾经的另外一半走了 老是觉得明明是个喜剧 但是就老想哭想哭的 不知道为什么 这就是人上年龄 拿不住了 被嫌弃了 你说她的存在 对这个 兴奋是什么 比如说风筝断了 这个笑笑再也没联系了 可能她活得没劲了 我以为再也找不回来了呢 我以为再也找不回来了呢 别哭 这不会来的 有线扯着她就能回家 线断了她就回不来了 哎呦 你烦狗 穿人穿 笑笑 喜剧有很多种 一种就是冯氏的这种 可以说是伴随着我成长的 要讲2008年吗 我们一一不舍 但是 我们终要离开 不想她结束 去看看吧 再看看不着啊